我爸有时候要拿点什么东西 需要我去看 然后就听他的音乐就已经受不了了 我就怪你 音乐按掉就会骂我一顿 虽然没有一个好的音乐环境 父母也没有能力去培养他音乐方面的才华 但是陈主生自乎对音乐 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感 从高中还是借同学吉他弹的小男孩 到快乐男生舞台上的王者 陈主生的音乐道路 似乎有些漫长 但庆幸的是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而当他击败强劲的对手 坐上王者宝座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过 以后的道路会有多辉煌 他想的只是 自己终于能够挑起家庭的重担了 其实我在深圳 其实我也可以养家户口 只是爸爸一直不放心 就是其实爸爸完全可以休息 但是我在工作 在深圳工作的时候 爸爸还是在做早餐 就尽量能够为家庭付出一些 我觉得爸爸很辛苦 就是可能不是精神 就是金钱上面 在精神上面 爸爸也付出了很多 对 所以我希望就是爸爸 通过这看到儿子的比赛 能够放下以前的包袱 把这所有交给我们 在比赛的时候有一幕 就是你送你爸爸那个草 那个 在线啊 对 唱了一首 那个 但是觉得特感动 那是你真正意义上 送你爸爸的 真正 但鞋不是我买的 是我告诉导演组几号 因为我根本没机会到外面去买鞋 对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 就是送一双鞋子给父亲 是因为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像我说的一样 我爸以前就是专门 找最便宜的鞋来穿 对 就是没多久 就是鞋就会打开 对 然后他就是 经常可以看到他就是 拿着502或者什么万能胶 然后就在那 就是 连鞋子 对 我们经常跟他说 我说你买一双好一点的 然后就可以穿时间长一点 其实效果可能比更好 可是后来可以看到很多鞋都是烂掉的 嗯 那后来有送妈妈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嗯 妈妈我就是 在我妈生日的时候 就是有送她链子 手链 对 嗯 自己挑的 这回是自己挑的吗 手链是我自己挑的 可是我妈 后来把它融了 打成另外一个 哦 对 对 你妈来可爱 因为 我送她是一个扁的 然后可能老人家就是带的会 他会觉得太时尚 疼 比较疼一些 可是造型很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 我妈后来就是把它搞成圆的 就是带的很舒服 就是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 我看 哎 我说不是我送你那条 她说是 我说 我买的 我说我买的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把它融了 打成这样 对 请问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 不说话 还能说什么 无语 就现在等于是也已经就是终于得到很多地想要的东西了吗 把我也发了片 那你父母的生活会有相应的变化吗 比如说会感染到或者打扰到他们 哎 也是快快过年了 对 我觉得我 可能 我父母他们影响挺大的 因为包括说有很多人到我家 包括媒体也有 包括全国的一些 各民朋友都有到那边去 那 有时候父母就会说 就是接待不同的人 然后或者说 有些媒体呀 去经常打电话到家里面 他有时候 有一段时间根本就休息休息不好的 对 不管时间的不断给家里打电话 都会有 会有 你现在会开始感觉到说你要去保护你的家人 不要让他们过多的 比如说在媒体上曝光啊 或者他们的生活不要因为你被打扰 现在是开始有这种困扰吗 肯定会有的 会 对 包括我在比完赛的时候 嗓子唱不了 唱不了的时候 然后媒体开始就放大 说我要去动手术 然后说得很严重 然后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我爸他们看不到报纸 可是呢 就是有媒体 知道对 报纸会打电话到我家 然后问我爸 我爸说是怎么回事 然后现在动手术情况怎么样 那我爸就觉得 怎么会动手术我都不知道 然后打电话给我 对 就是 我 到了那个情况的时候 我跟我爸解释说 没有这种情况 我爸都不相信 说我在瞒着他 他肯定知道你的最近就是 有苦也不会跟他说 就是 对 所以那些情侣给你很大的困扰 对 因为 完全就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对 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正常的正常生活 然后 包括一些 我说的一些话 他们都会去想是真是假 就变得很恐怖 对 现在爸妈妈还在做那个小生意吗 没有做了 就关门了 安心休息 所以让他们 其实我希望他们说 反正希望到哪儿去玩 就散散心嘛 不要太累了 对 你可以让你父母做你歌迷会会长啊 把你歌迷回信啊 什么的 说真的 真的有那种就是 就是新爸新妈啊 比方说像你出了自己的专辑以后 你爸妈会不会就是跟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他根本不懂 他不懂 就是说 甚至我发了一批 因为我没有跟他讲 说我发了一批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的 然后 然后哪些DVD放 怎么没有人影的 我妈甚至还问说 这CD DVD 她还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影 但我妈跟我说 你要出个有人影的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 讲到现在的话 07年的时候你会很忙 那到了08年 你打算有这个新的 我想反正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因为我也申请说 希望说能 有一段长时间的休息 然后自己也过滤一下 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去想一下 气度不靠外表 真情不重行事 时光不再长短 相距不论地点 功夫不看招式 内运不凡 滴滴如今 挤着这样的一个板块时间 所以今天陈鼠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过去2009年 你也非常辛苦 所以说也是要问一下 你觉得07年当中 让自己非常难忘的一些事情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非常难忘的 非常难忘的 应该是就是比赛的过程吧 然后 不管是比赛在台上 或者说在台下都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 可能台上就是 大家可以从在屏幕里面看到 台下呢 可能 包括我们跟导演组之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说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离开 在台下 台下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 对 就是在一起的时间 我觉得都 让我非常难忘了 等于你在07年那一年当中 就基本上 买自己的时间都 贡献给那个比赛了 大部分时间 嗯 就 让我问一下 就如果 因为你原创作了很多歌曲嘛 如果要你用一首 你曾经创作过的歌 来总结那段岁月 你觉得哪个会比较适合 就表现你的新生 主打歌 原来为止都不孤单 好 来 叔叔在现场 唱 唱副歌一段吧 副歌好短 原来我 一直都不孤单 原来我 原来我 舍不得的舞台 原来我 那也是到了新年了嘛 就像我们的一个 特别的板块 惠普个性新年 讲自己里面说的一样 不知道处生在 新年当中 想要拿什么样的礼物 来犒赏自己呢 我就是想买部车啊 然后 给我爸妈的话 嗯 我希望能够 给爸妈找到一个 比较安静的地方 让他们居住吧 或者说 他们 他们自己想 住哪里 然后就是有一个好的环境 让他们就是 能够比较安静的一种状态 对 就是07年前 主持人这么的辛苦 说了犒赏自己 犒赏家人 那其实 这家现场也来犒赏你一下 因为在这个07年过程当中 你奋斗的一些画面 我们帮你记录下来了 有一个短片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爱你 那今天呢 这家现场请来 陈属生爱聊天 大家也了解了 陈属生的新年约往是什么 也非常希望大家 可以加入到我们 惠普电脑歌行 新年奖自己的活动当中 来告诉我们 你在新年年当中 想要用什么样的礼品 来犒赏自己 用方法呢 就在我们这个屏幕下方 参与进来都可以有机会获得 会不会你提供的精美的礼品